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为上海加油 祝福上海早日战胜疫情 积极引导传递正能量 王一博为上海加油 传递正能量 我是王一博 面对这场疫情的考验 我们正在用各种方式来为这座美丽的城市加油鼓劲 请相信困难终将过去 希望与阳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在这里 我想对每一位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 以及志愿者们 致敬 同时也为这座城市中守护家园的你们点赞 让我们一起携手战胜疫情 祝福上海 众志成城 我们同心守护 上海加油 2022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 疫情来临后的生活 始终有种失衡感 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 也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所以 不要因为自己吃得上饭买得到菜 就对别人的教苦漠不关心 不要因为倒霉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沾沾自喜 不要因为不喜欢猫狗 就轻飘飘说一句人比宠物重要 不要忽略每一条无辜的生命 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被牵连被波及就无动于衷 不要无视别人的痛苦 总以为铁拳打不到自己身上 不要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世界上的事情 本就是环环相扣的 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 也会直接或间接发生在我和你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 你即是我 我即是你 我们彼此影响 王毅博一直以来在积极向上的引导 也有看到摩托姐姐们一直在帮忙抗疫 援送物资 相信困难一定会过去 将心比心 我们传达善意 我们也将收获善意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和王毅博一起为上海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